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实呢,现在有一本书也写着,别让不懂营养学的医生派人,这是美国一本翻译的大德类所写的书,这写得非常非常的好,其实大家有空的话就去买这本书来看看。 那第三种病人呢,是呢,他接受了正规治疗,一开始接受正规治疗,然后一人他化疗,因为他可能没有化疗过,他不晓得化疗不过,就去接受化疗,一接受你打,哇,怎么恶心呕吐,怎么都来了,打了一次两次都已经快死掉了,这个病人呢,他说我不要了,生不如死,他就放弃了, 他就离开了,他就不做化疗了,那第四种病人,是最聪明的病人,他一边接受正规的医疗,一边接受什么,我们叫整合辅助疗法,这在我们在病人年底,我去马来西亚,参加全世界的中西医医学大会,第一届,才定医学大会,第一届,他在马来西亚, 然后政府请了,邀请了20位,全世界的医生,20位医生,那我是集中的一位,就我们讲了以后,所以他们很多认同,包括他们里面的卫生署,他们的卫生署的认同,这才真是治疗的方法,就是整合疗法, 怎么样的 nhiều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做化化疗之后,其实就是有阿 jump,你要记得只有化疗,化疗可以治疗, 但是呢,他做事情没有那么良心、凄美 他不断把你的癌细胞杀死了以后 他会把你正常的细胞的英雄毁裂掉 所以说,一般你的癌细胞死了大半路 你的正常细胞也受伤了,伤了伤 没有元气恢复 你没有元气的话,你怎么去抗 去打破这一场癌 你打破你怕的 癌病是很可怕的,很可怕 而且呢,你要想再一点 常常我就是化疗放疗,做了一半以后 医生跟你讲说,攻击你哦 你的癌细胞不见了 是不是不见了 不是,是你的癌细胞看不到了 我们癌细胞在人体里面呢 小于10亿以下的细胞 癌细胞是看不到的 如果透过10亿以上才0.2公分 那么小一点点 一般的光光C-scan也看不到 所以说呢 他说你,攻击你,你看不看你的癌细胞呢 其实不代表你完全治愈了 所以说有个病人就很放心了 病人都好,你可以回家了 但是病人呢,他不去注意 然后怎么办? 他说我心里就开始做他的生活 然后半年一年后,又复发了 为什么复发? 因为他的米粒细胞没有增强起来 没有保养 所以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持续健康的人是不要有健康的重要性 所以说呢,这病人很多人都是 不会嘛,叫recurrent 就是癌症就转移了 癌症转移是很可怕的 好比没有转移之前,还要一直生 还要一直猛 所以说呢,在我的病人呢 基本上治疗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 因为你在治疗癌症的时候 就开始一辈子要针对着他 就要好好地善待他 好好地对待他 好好地来对待你身体 那事实上呢,我移民国呢 我移民国 其实我们得到我友人以来的第一个癌症 就是骨癌 那其实当时呢 我一直不晓得我得骨癌 我一直以为是非癌症 都没有那么多 我一直以为是 我们都没有读名 都没有读名 我们能送以赏 永远症